欢迎大家收看习近平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哀悼基辛格最珍贵的老朋友 中国称美国对台军售正在将台湾变成火药桶 在死亡和生命中一样有争议 向亨利、基辛格致敬 为什么加文、纽森、David Newsom的崛起 应该让白宫感到担忧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基辛格的去世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请大家收看 中国哀悼基辛格最珍贵的老朋友 CNN 中国外交部悼念11月17日逝世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认为基辛格在建立中美双边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乙向桥、拜登总统表示哀悼 中国社交媒体对基辛格的逝世表示哀悼 他的去世成为微博网站微博上的热门话题 基辛格在1971年与中国领导人秘密会晤 为次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访问铺平了道路 他在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中国受到高度评价 自卸任以来 基辛格一直被北京视为应对日裔鹰派的美国政府的潜在支持来源 中国官方控制的媒体对这位前外交官赞不绝口 他在2011年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被广泛分享 基辛格最近一次访华是在今年7月 当时他会见了习近平 中国称美国对台军售正在将台湾变成火药桶 多伦多星报 中国国防部呼吁美国停止干涉台湾和南中国海 声称美国对台军售使局势更加危险 中国声称台湾是其领土 并呼吁美国停止武装台湾 停止支持台湾独立 美国政府不支持台湾正式独立 但受其自身法律的约束 必须为台湾提供自卫手段 国防部还批评美国支持菲律宾 在南海与中国的领土争端 在死亡和生命中一样有争议 向亨利、基辛格致敬 英国独立报 对有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官亨利 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悼念和声明开始涌入 他周三在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 享年100岁 基辛格留下了复杂的遗产 一些人认为他是全球政治的大师 而另一些人则被指控为战犯 作为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 他负责谈判美国退出不受欢迎的越南战争 他因外交工作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但他的遗产随后被玷污 因为他授权对中立的柬埔寨进行利利地毯式轰炸 造成至少15万平民死亡 即使在离开官方外交职务后 基辛格的影响力也没有减弱 他继续为几届政府提供建议 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 记得基辛格是外交事务中最可靠和最独特的声音之一 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孩子们 在周三去世后也向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致敬 柬埔寨学者对这位已故外交官的看法 与许多世界领导人不同 相反 他们记住了基辛格的争议 为什么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的崛起 应该让白宫感到担忧 英国每日电讯 据一位盟友称 加州州长加文 纽森、Gavin Newsom将自己定位为 巧拜登、Joe Biden的潜在替代者 成为2024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56岁的纽森将于周四在黄金时段的电视辩论中 与45岁的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进行辩论 与纽森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 驳斥了他准备挑战拜登或副总统塔玛拉、哈里斯的说法 纽森的盟友 民主党战略家加里 索斯、Gary Saul将他描述为 比拜登或哈里斯更好的民主党人信使 并暗示他将在辩论中吃德桑蒂斯作为午餐 这场辩论对纽森和德桑蒂斯来说 都是一场高风险的冒险 佛罗里达州州长希望在1月份在爱荷华州开始比赛之前 恢复他的共和党初选 人们普遍预计 纽森将在2028年竞选总统 与拜登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 驳斥了有关纽森可能在初选中挑战拜登的猜测 理由是难以及时发起新的竞选活动和筹集捐款 加州州长在黄金时段的突出地位 引发了对2024年的猜测 金融时报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 纽森一直在建立国家形象 被认为是2028年总统候选人之一 他将参加一场辩论 对手是佛罗里达州州长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德桑蒂斯 辩论由福克斯新闻评论员肖恩·汉尼提主持 纽森一直积极为总统乔拜登竞选造势 并被描述为白宫的有效代言人 虽然不太可能在2024年竞选总统 但他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为2028年的潜在竞选做好准备 纽森一直在其他州旅行 与德桑蒂斯进行政策斗争 并与世界领导人会面 以增强自己的资历 然而 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支持率下降 他将面临来自高生活成本 和长期无家可归等问题的挑战 而他努力维持自己在家乡的声望 与德桑蒂斯的辩论 可能有助于他团结自己的支持者 并提高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位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 基辛格的去世 标志着中美关系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纽约时报 中国官方媒体和社交媒体用户表示哀悼 并强调了亨利 基辛格在促进中美关系 更加紧密方面的作用 基辛格在组织尼克松总统1972年访华的过程中 发挥的作用 导致了两国建立外交关系 这一时期常被视为双边关系的黄金时代 中国试图强调 这一参与时期 以对抗其认为是 拜登政府遏制和竞争中国的努力 今年7月 基辛格在访问中国期间 受到了盛大的欢迎 包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会面 全球领导人向亨利、基辛格致敬 但他的记录也招致批评 多伦多星报 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去世 享年100岁 许多领导人都向这位几十年来 在全球政治中极具影响力的人致敬 基辛格在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和杰拉尔德 福特总统的领导下担任国务卿 当时美军从越南撤军 并与中国建立了关系 他被认为在允许美国离开越南的谈判中 发挥了关键作用 基辛格后来在北京会见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当时美中关系紧张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称 基辛格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然而 这位前国务卿也面临着强烈的批评 特别是在社交媒体上 他被称为战犯 柬埔寨独立文献中心负责人 Yoke Chan表示 基辛格的遗产是有争议的 基辛格于1973年 因在越南停火谈判中的作用 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习近平三年来首次访问金融中心上海 因为中国经济为米不振 CNN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三年来首次访问上海 因为他的政府试图提振中国的经济和金融市场 访问期间 习近平参观了上海期货交易所 科技展览会和政府资助的租赁住房社区 由于房地产危机 青年失业率高起 地方政府负债累累 和人口老龄化等各种问题 中国经济停滞不前 更严格的商业控制 以及与西方的紧张关系 也吓跑了外国投资者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如既往地为您带来最新鲜的新闻和最独到的观点 首先 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新闻 首先 中国挨到了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去世 并称他为最珍贵的老朋友 接着 中国批评美国对台军售 称其正在将台湾变成火药桶 同时 基辛格的去世在全球引起了争议 有人称他为全球政治的大师 也有人指责他是战犯 此外 加州州长纽森的崛起 引发了对2024年的猜测 而习近平则首次三年来访问上海 试图提振中国经济 最后 亨利 基辛格去世引起了全球两极化的反应 一些人赞扬他的成就 而一些人则批评他的行为 让我们来进一步分析一下这些新闻 首先 基辛格的去世 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中美关系的一个时代的结束 他在中美建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被中国高度评价 中国试图强调这一时期 以对抗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遏制和竞争 此外 基辛格的去世也引起了全球对他的遗产的讨论 他的外交政策决策受到了批评 尤其是在支持柬埔寨和阿根廷的军事政变方面 这些争议使人们对他的看法出现了分歧 至于中国对台军售的批评 这反映了中国对台湾问题的敏感性 中国认为台湾是其领土的一部分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 美国则根据自身法律支持台湾的自卫能力 并不支持台湾正式独立 这一问题将继续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敏感话题 可能导致紧张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关于加州州长纽森的崛起 这引发了对2024年的猜测 纽森被认为是潜在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并试图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自己的形象 虽然他可能不会在2024年竞选总统 但他一直在为自己的潜在竞选做准备 他的辩论将成为他团结支持者 并提高自己在加州的地位的一个机会 最后让我们回顾一下亨利·基辛格的遗产 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外交家 对美国外交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然而他的行为也受到了批评 特别是在柬埔寨和老挝的秘密轰炸方面 基辛格的去世引起了对他的评价的争议 这反映了他在全球政治中的两极化影响 这些是我对今天新闻的观点 现在我欢迎观众们参与讨论 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吻